奉者耶稣声明讲到 首先问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安心日平安 早上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 认识自己追求完全 好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好我们一起念一下 《负罪书》上面同读 我是功课己身 教身服务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好这是保罗的书信 我们看到其实保罗 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 他是一个自我的勉励 好那我们注意看 这句话 他说我要功课己身 叫身服务 那功课什么 要功课 功课什么 功课自己身上的软弱的地方 是不是 叫这个软弱能够服从他自己 或者让自己不要软弱下去 这是保罗 他非常坦诚 非常坦诚 他也提到他自己身上的软弱 他说要功课己身 就是要克服自身的这种软弱 那我们看到 其实保罗是神所重用的工人 神所重用的工人 那这么一个伟大的 神的工人 他自己身上也有软弱的地方 也有软弱的地方 那但是呢 他很坦诚的 把他写在圣经当中 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 然后呢 也才能够不断的去追求完全 好那 我们就以这一段经文 作为今天的主题 我用一个题目 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来追求完全 那我们常常讲 就是要走向完全 常常是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软弱 我们一定要先意识到自己的软弱 然后才能够开始走向完全 其实我们在想 我们自己身上的很多的缺点 当我们要去追求提升自我的时候 你要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地方软弱 什么地方你会容易陷入到陷阱当中 容易犯错误 你才会加以留意去克服它 这样你在追求自我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 才会更加的顺利 比如说 我们常常讲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要先去了解这件事情 它的难点在哪里 它有没有什么陷阱 有没有什么容易犯的错误的地方 好 那我在 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就要先去思考 然后加以留意 这样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避开这种陷阱 然后让自己不容易犯错 同样的我们在追求这种 这种个人灵命的这种提升 追求自我完全的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要从认识自己的弱点开始 那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的身上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来开始学习 那我们看第一个部分 就是看到自己的软弱之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可能非常全面的来谈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这些弱点 那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 就是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 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命成长提升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去学习 那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交 这是人性当中的非常可怕的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 那我们一起读一下 跟这一书生命同读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参与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至高 这同样也是保罗自己的话 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提到说 因为保罗所得的启示太大了 也就是说他从神领受这种恩赐 超过他身边所有的人 他在出来传道之前有三年的时间在亚拉伯 就是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旷野 旷野跟神凝交 神将很多关乎信仰 关乎得救的事情向他告知 他是看异象的 面对面跟主耶稣交通 那他说他得的这个 这个这个从神上头来的这种恩赐太大了 所以免得他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 那其实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 至高 他害怕他自己至高 不是说保罗至高了 没有保罗从来没有这样子 他只是自我提醒自我警戒 这根刺加在他身上 他自己勉励自己 不要至高 好 那什么是至高 就是骄傲嘛 是不是 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就是骄傲 那到底骄傲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 原文的解释 骄傲 骄傲就是自负而轻视别人 这是原文的意思 骄傲 骄傲 那一个人的恩赐太大了 或者他所做的事情非常的重要 或者他做这些事非常成功 这个时候就容易犯一个错误 就是轻看他身边的人 这是关键点 关键点 好 那我们了解了 其实我们自身当中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这种软弱 会因为你太成功了 或者太顺利了 而轻视你身边的人 好 可以理解吗 好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好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顺利的完成一件事情 你很高兴 或者你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他人没有办法完成 好 你完成了 那在这件事情很顺利的 很圆满的做完了以后 你非常高兴 你甚至跟身边的人来分享你自己内心的喜悦 这样算不算骄傲 明白吗 算不算骄傲 不算吗 肯定不算 那什么时候你演变成骄傲了 嗯 什么时候 当你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很圆满的 别人没有办法完成 你很高兴跟身边的人分享你的喜悦 这个时候不算骄傲 那什么时候骄傲了 同样 我们刚才不是谈到吗 保罗得到的启示非常大 但是他常常警戒他自己 不要骄傲 那什么时候演变成骄傲了 关键的点就是你去做比较的时候 你开始轻视别人的那一刻 你就陷入到骄傲的境地了 关键点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喜悦 可以喜悦 可以高兴 可以跟身边的人分享 要不然 要不然我们怎么 怎么去叫做见闲施奇呢 对吧 我们看到我们身边 有比我们更优秀的人 更好的人 我们还要向他学习呢 对吧 那我们自己达到了这个程度 我们当然很高兴 这个时候不算骄傲 你不要刻意的去 淹视你的喜悦 今天我有听到有 认识上的偏差 就是当你完成一件事情 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别人就投来了 这个叫做异样的眼光 甚至心里想 这个人好骄傲 好骄傲 其实骄不骄傲 只有你内心最清楚 当你去跟别人分享 这份喜悦的时候 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其实只有你知道 你是感谢主呢 还是你是亲看别人呢 当你头头是在跟别人讲 这件事情怎么样 怎么样 你的内心会生起那种自夸 你看只有我可以完成 你们就不行 我在这方面就比你们厉害 这个时候你就陷入骄傲当中 但是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 你一定要掐住 或者克制住这种苗头 不能让他蔓延 否则你会失去从神而来的这种恩赐 好 那我们怎么做 其实保罗一直告诫我们 就是叫做功课己身 叫声服务 就是你要去 常常去反思 或者关注你自己的内心 有没有这样的苗头 当你完成了这件事情 或者当你做完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买了房 现在的这个房子 真的非常贵 动不动就几百万上千万 买了以后非常高兴 你可以跟别人分享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你自己内心的活动 不要轻看那些 你身边比你差的人 然后呢 你要更积极一点 要怎么做 你要感谢天上的真神 好 保罗常常讲 他说我们 所有这些能力 都是从上头来的 我们哪一样不是从神领受的呢 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 只是可能在这一方面 或者这件事情上 你正好完成了 好 这是第一点 我们认识自我 要提升你自己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陷阱 注意这个陷阱 你不要落入骄傲的境地了 第二个 我们来看 第二点 贪念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 一到七节 创世纪 第三章 我们 其实这段经文都非常熟悉了 不过我们再看一遍 再读一下 慢一点读 奉着耶稣生命同徒 耶和华神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你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盐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仍知道善恶 于是 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越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恶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入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 这段经文描写的是 这个夏娃和亚当 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 好 那我们常常讲 就是这段经文 他其实他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贪念 是不是 神创造了伊甸园当中 那么多的果子 核子这一颗 都可以吃 我们常常讲 那是99% 只有1%被禁止 但是呢 经不住这1%的诱惑 他就去吃了 所以因一时的贪念 造成永远的伤害 不是吗 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在聊 有一次 有一个弟兄 很激动的讲 他说 二兄都怪那个夏娃 要是夏娃不吃那个果子的话 我们现在都还在伊甸园 好 那 什么是贪念 什么是贪念 我们来看一下解释 就是我们对这些词异 就是我们容易犯的 这些对我们有伤害的事情 你一定要正确去认识他 什么是骄傲 什么是贪念 他的点 关键的点在哪里 你才不会混淆了 对吧 好 那什么是贪念 首先第一点 用非正常的手段 去得到他 你想要这个东西 你不是按照正常的途径 也不是按照正常的手法 你是一种非正常 不正确的 不对的方法去获取它 同样你得到了 结果是一样的 你得到这样东西 但是这个过程 却有区别 好 有区别 而且是非常大的区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过度之趣 我们常常讲贪念 本来够了嘛 对不对 你干嘛还要呢 所以 传道书里面有 叫做 满了一把 叫做 喜热 满足 强如满了两把 相互竞争 就是这样子吧 你有了 有了一样东西 已经有了 已经拥有了 够了 就好了 挺快乐的 你非要再去 更多的去支取 它的时候 其实给你带来的是伤害 好 那 可以吗 贪念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想得到一样东西 对吧 你 用正常的手法 去得到它 或者 适可而止的得到它 那这样就不算贪念 那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 谈一谈 我们最敏感的一件事情 就是 钱 爱不爱钱 爱不爱 我觉得 这是 很多人是一种 叫做 主观的 意念 我们这种 爱 你不要马上 认为它是一种贪 对吧 好 我今天 想要 得到钱 对吧 好 然后我就开始想 我怎么去挣钱 好 这个时候 算不算贪念 算不算 不算吗 我想得到它呀 或者我们今天看到有房子 对呀 那我也想 我做的 做的破破烂烂 或者很小 很窄 那我换一个大的 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 可以呀 好 那可能有人会跟我讲 诶 那个 出来一期记里面有提到 不可贪念 什么 人的房屋 妻子 扑壁 牛驴 对不对 好 注意看 这节经文帮我打出来 那个 出埃及记二十章 我看一下 对不起 出埃及记的二十章 第几节 我忘了 这个 不可贪念 人的财物 出埃及记二十章 十七节 好 帮我打一下 好 然后注意看 不可贪念 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念 人的妻子 扑壁 牛尼 并他一切 所有的 好 同样是贪念 但是我们要注意 看圣经的话 这里说的是什么 谁的 谁的 其他人的呀 对吧 他有没有说 你不可以买房屋 或不可以娶妻 或不可以拥有仆人 牛尼 一切所有的 可以不可以 那圣经当中那些 妇人怎么办 亚伯拉罕 是不是很富有 他有三百 一十八个壮丁 跟他一起去救罗德 还有成群的牛羊 圣经当中有很多 这种 财主 他的关键点在哪里 好 我们再回刚才我的PPT 关键点在哪里 你违背神的吩咐 或者你突破了一个道德底线 你想要得到他 你可以用正常的手段 你可以用正确的手法 去获取他 所以我们 俗话不可以讲 叫做君子爱财 怎么样 取之有道 这个道就是有一定的规范 你不影响别人 你不给别人造成伤害 你不违背神的命令 对吧 好 那我们再回刚才创世纪 第三章 第一到第七节 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 夏娃的错误在哪里 夏娃的错误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说他贪 他的贪 不是说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想要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对吧 对吧 那他的错误 他的贪在什么地方 他违背了神的吩咐 神怎么讲 他自己都清楚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 免得你们死 他自己多了一个不可摸 神没有跟他讲不可摸 不可吃 他还记得 他还记得 但是他突破了这个底线 这个就是贪 你想得到他 可以 但是你不要突破底线 你不要按照 叫做 非道德的这种 不正常的手法 去得到他 你干嘛这么做 对吧 他的关键点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了解了吗 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拥有很多东西 你也可以去追求 提升你自己 在各个方面 但是要记得两点 第一 不要用非正常的手段 去获取他 第二 不要过度的去支取他 够了就好了 第三个 我们容易陷入的 这种软弱的地方 嫉妒 嫉妒 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 那 其实 我谈到这三点 人的软弱 只有你自己内心最清楚 有很多时候 那种苗头是一闪而过的 但是要赶紧掐住 这就像保罗一样的 保罗所说的 功克己身 叫身符 你要赶紧的 克己身不要让他泛滥了 那到了一定程度 有时候叫做 覆水难收 我们看第三个 嫉妒 上摩尔记上十八章 七到九节 我们再念一下 奉贼书圣门读经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魏杀死万万 扫罗圣发怒 不喜悦这话 就说将万万归大魏 千千归我 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从这日起 扫罗就怒视大魏 嫉妒 我们常常提到说 有时候因其他人的一句 叫做无意识的话 你自己就中招了 不是吗 妇女很高兴啊 那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 就刚才那段经文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 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 有没有 有没有一定夸张的成分 大魏到这个时候 扫罗杀死多少个人 杀死多少个人 一个人嘛 才杀了一个人 只是这个人太厉害了 那扫罗早就是战士了 神力他 起来做以色列的君王 是第一任君王 第一位国王 那也带领以色列百姓 叫做征战南北 收了很多的腹地 跟菲利斯人打仗 但是呢 碰到这个硬钉子 这个 哥利亚 哥利亚 所以大魏才杀一个嘛 只是说这个人一杀 然后呢 菲利斯的这个困扰 就一下就解决了嘛 那个围城 被困在那边 这个事情 所以 他们在唱歌 把它稍微渲染一下 夸大一下 你干嘛在意呢 好 那我再问大家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扫罗开始仇视大魏 是在什么时期 在什么时期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不是吗 这个时候 以色列百姓 在跟菲利斯人打仗 是不是需要很多的盟士 将领 你要重置层层 你本来是应该团结的 在这种时刻 面对强低的时候 我们说要朗外还得先安内 你自己却仇恨 这么好的一个士兵 这个就是士兵嘛 你是王 你是将领 你是统帅 神给你拆了一个这么好来 的士兵来帮助你 你应该感到心花怒放啊 唱就唱吧 不要紧 感谢主 对吧 我今天把我最困难的问题解决了 这不是好事吗 我没有这个能力啊 但是大魏也有啊 嫉妒 好 那什么是嫉妒 好 我们继续看 他有两点 因别人胜过自己 而产生的 嫉恨心理 第二 为了一定的权宜 对本应该团结的人 怀有一种冷漠 贬低 排斥 甚至是敌对的心理状态 这个叫嫉妒 好 我们看到什么 别人胜过自己 或者他 他比我厉害 这一点 会影响到我的权宜 就我们可能是一个团体的 如果不是一个团体 无所谓 你可能 甚至很熟悉的人 很熟悉的人 好 在一个单位里面 在一个学校里面 在一个班级里面 或者在一个合作伙伴里面 对吧 好 好 他 在某一方面 比我优秀 好 那我就不舒服了 这是嫉妒啊 嫉妒的开始 那 那我问大家 我们有没有羡慕过别人 其实嫉妒跟羡慕 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 什么叫羡慕 好 我看到贝加很会弹琴 哇 这个 两只小手像蝴蝶一样 你想不想学 他好厉害啊 对吧 那键盘 黑白键 这对我来讲 真的就只有两个键 就是黑的白的 但是 对于会弹琴 人家就知道 德雷米花色 还有什么 A B C D E F D调 能分这么多 你想学吗 想不想学 羡慕吗 对吧 那我看到别人 读书很好 我也很羡慕他 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 我想受他影响 学习他身上的优点 他是怎么做到 他看什么书 这个时候算嫉妒吗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羡慕 那怎么演变成 嫉妒的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你内心产生 不良情绪的 那一刻开始 你就不舒服 你看到他比你 优秀比你厉害 好 那你就不高兴了 同样一个团队当中 我今天 我们会看到身边 有太多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 一个团队里面 有年轻的 有老的 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 你干嘛非盯着他 身上的优点呢 但是你盯着他身上优点 你就向他学 对吧 好 就是好了吗 那你把你的身上的优点 发挥出来就好 就可以了吗 好 嫉妒 嫉妒 那么 很可怕的 这个会给我们的团队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甚至在教会当中 也是这样的 所以圣经给我们提的这三点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们要告诫我们自己 不要落入这种 错误的境地当中了 一旦陷进去 你很难自拔 你有一点点苗头 你的内心有一点点这种 不了样的情绪 赶紧掐住 那如果你不掐住的话 这种嫉妒 他最后会变成什么 仇恨 会恨他 所以大卫 为什么最后逃到那个那个菲律市去装疯卖撒有一段时间 草罗要杀他 你看就因为这些众妇女唱歌的一句话 最后演变成仇杀 仇杀 真的 好几次 若不是神的保守 你一个小小的大卫 你能躲过王的追杀吗 那是带着整个军队去的 好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 要做提升 首先从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自己的软弱开始 好 那你做提升 好了 那我刚才我们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来谈到我们自身的不足 那我们要反过来看一下我们身上有什么特点 第二个部分 你要提升自我要追求完全 你也要同时发现你身上的闪光点 好 首先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好 我们一起再念一下 奉者耶稣神明通读 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光乎生命和千尽的事赐给我们 结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好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好 就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这是彼得所写的书信 他用非常明了的话语来讲 非常口语化的 比特跟保罗不太一样的地方 看他的书信就知道 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光乎生命和千尽的事赐给我们 就是神在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生命 这个个体 你先活着生命的时候 已经赴给他什么 生命跟虔诚的人力 能力 你已经有能力了 你要提升你自己 你要去挖掘你身上的这种特点 就神已经赐给你了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发现他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特点 他的长处 甚至有一些是非常优秀的 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你没有去发现他挖掘他 有人挖掘了 有人发现了 然后他就发挥出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去嫉妒别人 你可以羡慕你不要嫉妒吗 因为你身上就有了 你身上你可能你有的 远远超过他所拥有的东西 不用嫉妒 那你可以去追求他 去学习他 那我们要学习什么 怎么学习 我们来看第二点 你要挖掘或发现 你身上的这个特点 长处 你首先第一点 要学习敬畏神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经文 真的经文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起读一下 本主耶稣圣明读经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一万人藐视智慧和信悔 好 我们看中文的圣经 叫做知识的开端 就是敬畏神 认识神 然后你就可以有增加知识 我最初理解是这样子 但是你仔细的去看 他的原文的意思 这个知识的意思 我有没有打出来 对 这个知识的意思 在原文当中是什么 是一种洞察力 是分辨能力 他不是指我们一般的知识 一加一等于二 或者一个公式 或者常识 不是哦 他是一种洞察力 分辨能力 当你开始懂得敬畏神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洞察力 有分辨能力 你会分辨善恶对错 一个越敬畏神的人 他也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 和分辨能力 他看到一样事物的时候 他马上可以知道 这个是对的 或者是错的 一个也敬畏神的人 一个常常将神摆在他 生活当中守卫的人 他有这种洞察力 好 那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 软弱错误 你太需要有这种洞察力 和分辨能力 我们常常讲 有一些愚昧人 没有自知之明 没有自知之明 他不懂得分辨 连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又不得不说了 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们一个成年人 或者一群成年人 被一个十几岁小女孩 给耍得团团转 还说是得到神的启示 怎么启示的 我这有时候说了 真的会生气 这对圣经的道理 是真的一点都不懂 说要到处去开灵恩会 到处开灵恩会 听起来好像是对 谁拦阻 谁就必要死 就讲这样的话 然后呢 要把他 把这个拦阻的人 要丢到火湖里面 这是什么 这是 真的是出于魔鬼的话 恶毒的话 咒诅人死 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没有不懂得分辨 盲从 跟教会作对 抢战将台 这是非常可怕 你要不懂得 你要不懂得敬畏神 连着最基本的这种洞察力跟分辨能力 没有 非常麻烦 会给你的信仰造成很大的困扰 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们要发现挖掘自己身上的这种特点 首先第一点 你要学习敬畏神 那接下来第二个 第三个 要学习各样的知识和技能 来我们看一下菲利比书第一章 第九到第十节 菲利比书第一章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 奉者耶稣上面读经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辨示灰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好 这是保罗的书信 他在书信当中也勉励我们 就是要在爱心上面 然后呢 通过知识见识 多多的增加 增加 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 保罗在祷告的时候 就常常这样向神祈求 为他曾经去传过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菲利比是他亲手建立的 菲利比教会 那个里迪亚 麦子社部的里迪亚 保罗去讲道 然后全家就信主 后来就成立成立一个教会 回头又写信 他在祷告当中 常常向神祈求 赐给菲利比教会的信徒 在知识和见识上面 多而又多能够分辨是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知识 跟见识的意思 这个知识 跟刚才我们的那个 敬畏约法是知识的开端 是不同一个词 一个是旧约西伯来文的 一个是新约的 那新约希腊文这个知识 是什么意思 他常常指着信仰上 就是宗教领域 宗教领域 或者他指着跟神有关系的 这些事物 这个叫知识 知识 那什么意思 我们要在知识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 好 他的意思 在这句话当中的含义 就是对信仰有帮助 对信仰 对我们的信仰有帮助 能提升我们灵命的 各种知识和见识 你要有意思的去学习它 去补充它 各种知识 他不单单指着我们这本圣经 我们的圣经是一个原则 是叫做重中之重 是最根本的 但是从这本圣经 它延伸出来的 有各种各样的知识 我们看到我们这本圣经 里面的内容太多 太丰富了 有讲到人文的历史 世界史 人类史 还有更多的是涉及到 他们以色列民族的 犹太人历史 那还有很多天文地理的 有提到说 我们这个神所创造的 这个地球是悬在空中的 还有 就是在海里面有海道 不是那个强盗的道 是海洋有道路 洋流有洋流走的道 这些都是圣经当中 早就告诉我们 三千多年前 三千多年前 就记载着 我们是现在才发现 原来圣经早就有 有记载 所以各种各样的知识 那我们今天除了学习 圣经以外 我们要多涉猎一些 对我们的信仰有帮助 在知识上 就是对你的宗教信仰有帮助 能够提升你灵命的 各样的知识 你要多去学习 当你去学习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 你才能够发现 你自己身上的特点 只有通过学习 你才知道说 你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你不学你不知道 或者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说 我做这件事情非常上手 明白吗 那有一些人 当你去学习了 你就发现 对这方面怎么学都学不好 或者假于十日以后 突然改变了 也有可能 但是你如果不学的话 你永远没有办法 发现你自己的特点 我就说一说 我自己自身的 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对数字不敏感 我对数字不敏感 所以我数学一直不太好 但是我对什么 非常敏感 我对图形的东西 就是要记一样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具象的东西 我基本上看过了以后 不容易忘记 所以我有意识的 我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会把它在我脑海当中 把它画成一个比较具象的东西 所以我在看人方面 就是记住一个人 我看过一次 我基本上不会忘记 即便他的名字已经忘记了 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我知道 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 我甚至有时候在大街上面 几百人当中 一眼就能看到 这个人我曾经在哪里见过 那这是什么 我不是说我在自夸 这只是 你通过学习 你通过去做这件事情 突然发现自己身上 有这样的优点 有这样的特点 神已经赐给你了 那你要把它挖掘出来 把它发挥出来 那我也常常跟妮妮讲 以前妮妮在排表 那妮妮也说到 她自己身上的优点 她说她可以很细致的 做一些工作 非常细致 做表格 排表 安排人员 然后呢 帮有时候帮我们 就是 有时候我们要出门 然后呢 买票 身份证号码 机位 几号的 然后返程到哪里 四五级 他做得非常得心 很快 全部敲定 那这方面我就 比较不拿手 然后我就常跟他讲 我说 你帮我 做这些事情 你帮我买票 然后呢 我帮你讲道 他说他讲道 哇一讲道 前一天晚上一定睡不好觉 吃不下 每个人的U特点不一样 那可能讲道 我有多一些经历吧 所以我就比较轻松 我们就来调整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 你的长处 在什么地方 你要通过学习去挖掘它 那这个方面 就这些知识点 你不是什么都学 你也不一定什么都要学 学不来的 但是凡是跟你的信仰 对你的信仰 对你的灵命 有造就的事情 你一定要认真去看 你不要说 他不是圣经的东西 我们就不管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们最近 我最近在关注什么 在关注 就是产权权宜的问题 产权权宜的这种知识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 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涉及到 不是说买房产 不是买房子 而是这个房子买了以后 这个名义 名义问题 怎么归属 将来遇到拆迁 或者这个房子到期了以后 那这个权宜怎么办 那为什么我要去学它 因为它关系到教会的权宜 我们现在有一些 我们现在有一些叫产的问题 很麻烦 很麻烦 那怎么去解决 除了我们请教一些专业的人士 对吧 那我们自己也要去查一些资料 从法律的层面 从这个房产相关的这种 法律法规 然后呢 用合理 正确的方法 合法的方法 我们不走擦边球 事实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然后按照这个方法 我真的是 有时候 人家说 吃老再来 擦滚头 到老了 才来重新学一些东西 有点困难 但是呢 感谢主 你花一点时间 多请教一些人 也能够掌握知识 那这个对你的信仰有没有帮助 是不是关乎到你的信仰的事情 当然是了 作为教会的负责人 你当然要关心 对吧 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 所有的信徒的 这个聚会 的这个 权力的问题 也就是有可能 如果不关心 自知不理 听之认知 可能连我们聚会的地方都失去了 都有可能 那是不是影响到我们里面 所以 跟我们信仰有关系的 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 你一定要去学习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也是我看到了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 接触到 或或多是 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金融知识 金融知识 好 我不是讲金融知识 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有很多人 因为不专业 盲目的投入 不但给自己的生活 造成极大的困扰 还严重影响到自己的信仰 好 那你可能会说 哎呀 这钱的问题跟信仰有什么关系 金融知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确实没有关系 如果你不太在意经济 你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吗 那不是每一个人在面对经济的事情上面 能够泰然 触知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会关注经济 如何改善我们自己 生活条件 好 你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你一定要了解 这种金融 特别有一些什么投资 你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 你最好学习 认真去学习 你如果不认真学习 或者你很盲目的 看到别人 哇 在做股票啊 或者买一些什么基金啊 好 那我就盲目投入 你会为你的缺少专业知识 不但影响到你的生活 还会影响到你的信仰 有些人现在不敢来教会 很麻烦 很麻烦 那干嘛要这样子呢 如果你不去做 或者我老老实实 我挣工资 我干我的实业 那可以 没问题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定 你如果想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你就要去了解 好 那你了解了 你就一定能上手吗 你了解了 你也不一定能上手 所以呢 要通过学习 先看看你自己 有没有这方面的优势特点 有一些人对数字就不敏感 像我 我刚才也提到 所以我不敢 我一直不敢去 学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学了也没啥 没啥用处 或者对我来讲 我不擅长 我不擅长 所以你通过学习以后 发现自身的特点 然后呢 去提升你自己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认识自己 追求完全 首先你要学习敬畏身 使你能够有这种洞察力 能够有分辨能力 然后发现自身的一些软弱的地方 然后避该这些软弱 然后不断的告诫自己 提醒自己内心 不要受影响 然后呢 在正确的 跟信仰有关系的 各种知识技能 要多去学习它 关注它 那这样 我们就能够 使自己 少犯出 能够更加的完全 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 犹大叔的20节 好 我们一起读一下 负责出圣母同督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好 求神呢 带领我们 好 给我们力量 能够在真道上 跟信仰有关系的事情上面来 造就我们自己 好 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 阿们 谢谢大家